马苏与孔令辉同居11年 42岁还未婚 前段时间晒风情照 放飞自我 不知现今也是单身的48岁孔令辉 看后作何感想 马苏和孔令辉相爱 曾是体育圈和娱乐圈结合的代表作 回头看当年情 到底是谁该庆幸 说一声分手快乐 马苏有一次接受一个恋爱真人秀节目的采访时说到 他当时与运动员男友孔令辉分手时 整个人都是非常发猛的状态 甚至分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非常难过 脑子里不断想起和孔令辉甜蜜的爱恋 当时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家人朋友都知道 不仅如此 两人的感情动向一直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 其实两个人早就认识了 2002年的时候 当时的马苏还没有开始拍戏 他们就相遇了 当时还是一个小女生的马苏 心里对孔令辉这样的世界冠军充满了崇拜 曾经的孔令辉被称为乒乓王子 好比现在如日中天的马龙 因为他作为运动员 无论是在国家级还是世界级比赛中 都取得了非常娇人的成绩 现在他已经退役了 不能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了 孔令辉是1975年出生的 现在已经48岁了 比较奇怪的是 他一直单身 孔令辉和马苏曾一起参加过一个访谈节目 提起二人的第一次约会 那个时候是刘果良过生日 他给马苏打电话让他过来一起吃饭 那时候 马苏还是一个学生 住在学生宿舍 为了保险起见 也为了不错过这次见到偶像的机会 他把宿舍人都叫过去了 其实看他们的访谈节目 可以感觉到 马苏反而是像没有安全感的一方 生怕孔令辉抛弃他 他说他为了知道 俩人以后能不能在一起 甚至跑去算卦 其实俩人工作很忙 一个人经常除了比赛就是训练 另一个也开始在演艺圈有起色 就这样 两个人在一起11年 其实在访谈节目中 主持人就问过他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问题可能正好问出了马苏的心声 于是 他满怀期望地看着孔令辉 你觉得呢 只是这个时候 不知道孔令辉是直男 还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想结婚 他给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答案 顺其自然 后来 马苏越来越火了 影视资源拿到手软 他终于不需要再仰视孔令辉了 而退役后的孔令辉 也没有了奥运冠军的光环 无可奈何 只能这样 那就分手 如今的孔令辉 做起了紫沙湖生意 事业蒸蒸日上 而马苏经历了李小璐事件 败掉了路人员 也开始放飞自我 经常被拍到玩得不亦乐乎 相信他们依然感情很深 这年头谈恋爱两年 不分手就不容易了 而马苏和老孔恋爱了11年 11年啊 人生能有几个11年呢 而且他们都把自己最好的 那十来年给了对方 所以不管值得还是不值得 这都是伟大的爱情 这都是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